在亨特的第一次审判,开始不到一个月之前,总统的儿子可能正在失去一个关键的财务支持。 好莱坞娱乐律师凯文·莫里斯长期以来一直资助总统的儿子, 据一位熟悉莫里斯的人士透露,他告诉了同事,他的钱已经用完了, 没有资源,可以帮助付给拜登的辩护律师,该消息人士因涉及私人谈话而匿名。 这位人士说,凯文最初之所以在财务上参与,是因为他看到没有别人会帮助亨特。 现在,四年半过去了,仍然没有人去帮助。 现在凯文完全用尽了资源,所以就在亨特几个星期后将面临两个刑事审判之际,他财源断了。 情况非常糟糕。 在被问及此报道时,莫里斯确认了该人士的说法,但拒绝进一步去详细说明。 拜登法律团队的发言人也拒绝置评。 亨特·拜登被安排于6月3日在特拉华州受审,被控犯下联邦枪之罪。 在另一起案件中,亨特·拜登被联邦政府指控逃税。 那个案件定于6月20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庭审。 莫里斯在处理拜登的法律费用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在1月份接受国会询问时所详细说明过。 莫里斯不再能够充当捐助者的可能性是总统的儿子在准备接受两场审判,总统和他的儿子本来希望审判不会发生。 在最后几周内,局面有相当多变化。 那位与莫里斯接近的人士表示,这位好莱坞律师如今手头紧,这构成了一个巨大的问题,担心拜登如何支付他在特拉华州受审期间的专家证人。 目前尚不清楚,莫里斯到目前为止为支持亨特、拜登花费了多少钱,但在1月份至国会监督委员会的信中,莫里斯的律师表示,莫里斯已借给亨特、拜登超过650万美元。 在特拉华州威明顿进行的预审听证会上,亨特、拜登的首席辩护律师阿比·洛威尔表示,第一场审判的准备面临困难。 随着听证的开始,洛威尔告诉法官玛丽埃伦·诺雷卡在他漫长的律师生涯中,他第一次没有准备好开始审判。 他提到拜登的法律情况的复杂性,两场审判在同一月份接种而来,并且在两个司法管辖区都启动了上诉程序。 洛威尔告诉诺雷卡法官,他和他的团队一直在为审判做准备,但其中一个障碍是找到专家证人就各种证据作证,包括毒瘾和其他证据。 他说,他找到了三位暂时同意参与的专家,但他仍在努力,最终确定这些人能接受协议。 在审判中为被告作证的专家可以按每小时500美元或更高的价格计费,他们可以就政府专家在审判中提出的证据进行反驳分析。 洛威尔描述了处理两场审判的准备的资源有限。 目前审判都计划在1月份开始,而且分别在东西两个海岸。 但法官对此置之不理,并拒绝了他要求推迟庭审的请求。 目前尚不清楚,洛威尔或其他代表拜登案件的律师收取多少费用。 在最近的其他案件中,洛威尔曾要每小时855美元和每小时超过1500美元的费用。 莫里斯和亨特、拜登在2019年在现任总统拜登的竞选中相遇。 他们都是在罗马天主教家庭中长大的大西洋、种别岸边的人,两人立即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当时,亨特、拜登正在努力让自己的生活走上正轨,并戒除毒瘾。 莫里斯帮助他找到了安全的住房,并支付了他拖欠的税单。 莫里斯在接受国会调查人员采访时表示,他和亨特、拜登每天都会聊天,就像自家人一样。 CNN在10月份报道称,多年来,亨特、拜登已经积累了超过1000万美元的法律费用。 自几年前戒酒以来,总统的儿子一直专注于绘画。 他与纽约画廊主乔治斯·贝尔格斯签约出售他的作品。 但是该画廊主告诉国会调查人员与他希望的相比, 这种关系并非那样有利可图,并且拜登的艺术品, 如果不是因为与他的名字带来的麻烦,将会以更高的价格出售。 如果他的名字比一样,他将做得更好。 贝尔格斯在他的证词中说, 我有一些,我认为比不上他的艺术家,作品售价比他高。 所以,实际上在很多方面我对他感到遗憾, 因为我认为他是一位很棒的艺术家,他只是运气不好。 贝尔格斯表示,他的画廊售出了约20件拜登的艺术品中的11件。 莫里斯通过支付画廊的销售用金来购买这些艺术品, 而拜登得到的份额则不经过画廊处理。 贝尔格斯还告诉国会,他去年停止代表拜登。 他说,从商业角度来看,对我来说这不是最好的决定。 他说,从商业角度来看,对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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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